領匯商場上年租金比08年激增四成 有議員批評貴租令到商店不斷加價 加重公屋居民 特別是天水圍和東沖居民的負擔 要求政府回舊領匯 在屋住房委會的屋邨裏面 建一些商場和街市熟食檔 或者透過食萬署興建街市熟食檔 回購領匯會涉及龐大的公帑 而目前規管領匯的相關法規 也限制了重大持有人 對領匯日常運作的影響 就算政府回購領匯 也不等於可以很容易地 影響到領匯日常運作 目前政府是無意考慮回購領匯的 有議員批評 政府未能兌現當年對居民的承諾 保證領匯上市之後 居民的生活不會受到影響 政府就告訴法官 叫法官不用擔心 如果領匯起後 居民買不到東西 或者是因為領匯 令到他們有損失 即是說你上晚那雙白鞋買不到 那你們會提供那些設施 包括給那些 循環的巴士 包括在民居那裏建一個市場出來 那現在政府認不認數呢 無論當時的決定是怎樣呢 現時我們是要按照 現在 領匯已經存在 還有 政府在 新的公共屋村 包括在2005年之後落成屋村 其實我們是沒有再新 交給領匯 即是不會再給新的商場 零售設施交給領匯的 政府目前的做法 亦是防委會的方向 都是盡量去發展改善 在公共屋村裏面 在防委會管理範圍裏面的 零售設施 張炳良又說 政府關心公屋居民的訴求 會繼續完善天水圍天秀區 這些設施 防委會亦都會在新落成的公共屋村 設立商業措施 滿足市民日常生活所需 香港蜂瓶電視記者 曾智倫報導